追求事物不顾一切的破君心 本命夫妻公他在感情上追求不顾一切的时候 他如果对宫是指挥天象 那该怎么解释他呢 破君心在本命夫妻公 他如果对面是指挥天象 我们这集来介绍 这个破君浪漫的追求事物不顾一切的这个破君心 本命夫妻公他在感情上追求不顾一切的时候 他如果对宫是指挥天象 那该怎么解释他呢 这个组合 指挥天象对宫是破君 在很多书上面 尤其是香港的宗宗派 会说这个东西叫做造反之君 因为将军在外面 君命有所不通 指挥的话就管不动他了 那为什么会如此呢 你想想看有一个人 他很多的浪漫跟想法 然后在外呢指挥希望人家尊重他 而且这个尊重他呢 不但是要尊重他捧着他 还要让他有很好的人际关系 然后得到大家的那个支持 跟爱戴 我很多浪漫的想法 然后我在外要大家捧着我 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忍受我上面还有个老板 我不能忍受我的老板 因为那个光环在我身上 那当然我就容易自己 去追求很多我自己的梦想 那在古人来讲呢 你就造反了 为什么不好好乖乖的待着呢 你怎么可以乱来呢 对不对 所有不听话的小孩都是不对的 这个是古人解释这一组的情况 那当然真正造反之局 其实指的是指挥天象 然后对面是破君 好处是 我如果指挥天象所在 然后我对公是破君的话 当我的指挥心会到 足够的一些急心的时候 我就会变成是 我希望大家尊重我 而且我对外那个 人员很好 有魅力 当然有机会会变成 开创一番自己的事业 倒过来的呢 倒过来就有点担心 我很浪漫 但是我在外面要人家尊重我 这不太一样 我很尊贵 然后我在外面都对人家很好 跟 我很浪漫 然后在外面呢 大家要尊重我 亏一点点小小的落差 所以说呢 这一组啊 相对来讲 没有指挥天象那一柱 指挥天象对公破君那一柱 状况好一点 那这一组呢 相对来说啊 就更容易啊 在所在公会的追求上面啊 更容易碰到杀祭的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混乱 OK 那我们有机会呢 我们会来讲 指挥天象对公是破君 该怎么解释 今天来讲 夫妻公罗是破君 夫妻公罗是破君 我这个感情很浪漫的追求 而且呢 我希望啊 我的男人在外面啊 都要很给我面子 捧着我 然后让我可以觉得呢 我是很受到尊崇的 在外面都要听我的话 因为那个天象星嘛 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呢 在感情上面 可以如此的对待我 那我为了这个样子呢 我会愿意去投注很多的感情 很多的感情 就包含说 如果他在外面呢 我吃葡萄剥葡萄 你在外面呢 只会叫我帮你拿外套 那我当然就选择 我希望你要尊重我 这个就是破君对贡在职位天象 你就是要捧着他 那这个时候呢 一样的要担心几件事情 这个 绘画剂 这个我们在五项的时候讲过了 当他画剂的时候呢 他就会影响到他 也就是我为了得到这样 职位的尊崇 我会不顾一切的规则 不顾一切的规则 打破这个规则 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是啊 这条线在斗数里面叫做天罗地王阁 通常啊 没有其他状况的时候 他应该是很稳定的 那他就会变得很乖哦 内心澎湃的想法 可是为了面子 为了人际 他就乖乖的 什么事情他就不敢做 像上一支影片那个 对公是无曲天相的 为了这样子会不会 那个不划算 那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这个是为了面子 他也是什么事情都不敢做 但是 一切都是那个不得的 你痛哭 当他规矩被破坏的时候 他就去追求 那个子卫的状况 我为了要得到 我所要的光荣虚荣 我就可以不顾一切 那不顾一切 就会包含了 我可以不顾一切的手段 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只有他画剂还好哦 如果呢 子卫好像画全跟画科 当子卫画全的时候呢 就会更加的希望啊 在情感上面 要能够啊 在外面要让大家觉得说 我在情感上是很吃得开的 如果天相要画剂 那当然就有可能会变成 我容易啊 到处有很多很多的暧昧啊 譬如说 碾花惹槽啊之类的 那如果是画科呢 画科他就不见得拈花惹槽 画科只要让人家觉得 他很有本事 很有办法 哇出门吃饭 都跟小鲜肉 这样子就OK了 他不用真的去谈那个恋爱 画科只是一个虚名 那你同学会想说 可是老师 那个啊 子卫画全跟画科的时候 天相不会画气 天相是不会画气啊 但是你如果子卫本来就画全跟画科 走到流年走根的时候 天相就画气 我本来不敢乱来哦 我只是要人家给点掌声 给点面子哦 结果今年刚好天相画气 我为了要掌声跟面子 我什么事情我都敢做 他就那一年就去引动他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呢 那这个破军心呢 破军心啊 他会画路跟画全 所以我的内心对这些东西的追求 当我的破军在画路的时候 一样的我就会愿意为了得到这些东西 而不顾一切的代价 整好我自己 而得到很多感情啊 桃花啊浪漫等等的 但是呢 如果是画全呢 画全就会变成是说啊 我觉得我掌控爱情 是因为人家都觉得 外面的人都觉得哦 我出去吃饭 我的男人会帮我剥虾 下大雨了之后呢 会拿他的外套铺下去 然后让我踩过去的时候 不会踩到水 路上那个如果是水坑 就把自己铺下去 这些追求这样的行为呢 才会让我觉得说 我对爱情是有掌控力的 这些是 当对公如果是指挥天象的时候呢 然后你的本命夫妻公是破军 画路跟画圈的时候 他所展现出来的状况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本命盘上面可能没有四化 可是我会进去运献的关系 造成我本命盘上面的感情价值改变 那那个时候呢 他一样会受影响 比如说我本来破军并不画路 可是我今年流年 刚好破军并不画路 然后大线天象画机 我那一年我就会变成 为了情感 我就可以打破一些规则 不顾一切 这就是基本上 四化我们在用本部盘上面 一点基本的结构跟论法 谢谢大家